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塞和拜仁慕尼克 都是对这位古迅的小将有兴趣 所以说他是隻手可热 绝对是没有不为过 正所谓他现在的情况 为什么这么多个豪门都对他有兴趣呢 老实说 利物浦的领队高普亦点名说过他是一个非常他喜欢的球员 曼联和车路士说真的 两个都在竞争天武云拿的时候 其实同时间 亦都对夏威斯非常有兴趣 天武云拿暂时应该是 车路士多点 但不代表车路士对夏威斯没有兴趣 不好意思 我一直在录音的时候 附近有人在转场 所以可能 声音质素有点差 不好意思 但是夏威斯一直都没有讲究竟他这个夏天会怎样 这位20岁的球员 其实我们可以看回他的冒起 就是看回之前的11月的时间 根据他在接受马卡布的访问的时候 他会这样说 听一下他的优先次序是怎样 他说 球队永远都是正线的 都是第一的 成功一定是一个团队的事 然后才到一些个人的奖项 你踢得好的话就有机会 但是我最想最想赢到一些团队的琴标 包括欧联 世界杯 欧国杯 我自己 没什么想到一些个人的奖项 OK 但是他也跟 大家说 我在欧洲赛的经验都累积得很多 但是他说 如果我打算留在德国的话 转去坏人暮尼克当然是永远都不会错的 但是他就说 如果要去其他地方发展的话 皇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样 阿夏威斯就说 拜仁始终在德国是最大的球会 但是很多很年轻的球员 去到那里都会获得成功的 所以 拜仁和我联想的关系 他都觉得是很荣幸的 看看怎样发生 但是有些球员就想和他的家人 就不分开那么远 但是他 另外有些球员就可能想 独立多些 自己去远一点的地方 他就说很简单 如果你想在德国成为一位巨星 你就真的要去坏人暮尼克 但是他就说我在尼和古信 这个时间其实也有很多 不同的欧洲赛经验 亦都有些国际赛 或者欧洲的节奏对于我来说 我都OK的 所以他就说如果你要我去欧洲其他地方找食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就现在来说 11月的时候他就说 我现在就不理得那么多了 我现在就是理好今个球季 完了今个球季才想任何东西 但是当然 他访问的时候就估不到 现在6月 今个球季都未完 这个球季要到8月 最快都要8月才完 然后 访问他那位朋友 那巴翠隆娜呢 巴翠隆娜有很多控球权 亦都不是那么多队 不是 他说现在很多球队 强队都会用很多控球权 不是巴翠 他就说例如 王马就是这样 王马也有很多控球权 但是 暂时他觉得 王马就可能 比巴塞来说 在用球方面 未必那么有效率 OK 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都是很德国的 很德国球员 你看到天武云拿或者其他 德国的 很大机会转会的球员 其实他们访问的时候 他的态度也是挺类似的 第一为了自己的球会要努力 然后就会看看 到底有没有 拜仁 其中一个选择 拜仁永远都是德国球员的一个选择 另外说回他的出生 夏威斯本身来说 也是很年轻 就已经是一个 很有潜值的球员 他永远在U队那里都是跳级的 原来他爸爸和妈妈都很喜欢踢球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遗传 然后他一直 正式来说正式训练就是去了尼华股讯之后 一直踢到现在上一队 所以 他都可以这样说 尼华股讯一手训练他 所以 这次来说 如果他夏天真的走的话 应该都可以为尼华股讯带来可观的转会费 不过始终经过现在的环境之下 转会费都会打了折扣 这个没办法 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样 他就选择迟些才离开尼华股讯 这个绝对有可能的 那只观看怎么样 很快就到暑假了 到时就知道 拜拜 这次的节目就是这么多 这是这里的节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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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